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的言 我是方砖 今天我们说说这个美国俄亥俄州这个事情 本来我不想说 但是很多人给我评论留言私信 说中头你赶紧说说吧 美国政府做的这事太怪了 太不像话了 这哪是美国宣传的以人为本啊 这根本就不把人民当回事啊 你赶紧说说 这事已经你自己看图片 已经上了中国墙内热搜的拍摇宝No.1了 仅次于咱们圣上了 所以既然如此 这众望所归 咱们今天就稍微花点时间 给大家详细聊一聊 但我丑话说在前面 有些人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这件事情的真相 可能跟您看的国内的新闻 墙内的新闻铺天盖地宣传的 它不一样 好 怎么回事呢 老规计我们先来看新闻啊 根据中国国内的消息 近日以来 实际上就是周一 是2月13号 有一则消息 在中国突然冲上了热搜 而且是榜首 居高不下 它题目叫做 美国俄亥俄州 致命毒云漫天 这个消息引发了广泛讨论 据说是在本年的2月的月初 美国俄亥俄州一列火车 有50节车厢脱轨引发大火 其中有5节车厢含有有毒的气体 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 现场是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大火从这个2月3号的晚上 一直烧到了2月4号早上 那么网上的消息就说 说你看这什么蘑菇云 美国这边气温 整个里边都有毒气体 人都没法活 动物都没了 方圆100英里之内 动物都活不下去 狗都活不下去 然后同样是中国国内新闻 说火车上含有一种剧毒的化学 液燃物质叫做氯乙锡 那么这种气体是一种有毒的 而且液燃的无色气体 被美国的国家癌症研究所认定为是致癌物质 也是世卫组织中的一类致癌物质 那么这个氯乙锡燃烧后 会生成一些很可怕的物质 比如说氯化氢 还有毒性更强更可怕的二恶鹰 这个二恶鹰大家很多人听说过是吧 非常强力的可怕的物质 那么根据美国的某些教授指出 吸入这种氯乙锡气体 会引起头晕 恶心头痛和呼吸并发症 这些化学物质还会导致肝脏不可逆的损伤 尤其是肝癌和其他器官的癌症 然后墙内的媒体还说 说他们采访到当地居民表示 周围有大量动物死亡 有些人说我养的狐狸已经病危了 其中有一只剧烈的咳嗽还出现了腹泻 然后据说一名州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 在一些水稻中发现了死去的鱼 甚至还有人引用美国国会共和党著名 那个叫泰勒议员说他暗示美国政府要以不明飞行物 就刚才咱们说过的新闻来掩盖泄露的严重事件 所以基于以上这些消息中国国内就高潮了 各种各样的版本应运而生 说这事可不得了了 美国政府掩盖新闻不报道 那些新闻他们都不说 你知道吗 要不是我们中国新闻爆出来 美国人都不知道 哎呦我跟你讲老厉害了 那方圆一百公里呀 这不能住人呐 那鱼都活不下去呀 更别提人了 叭叭叭叭的说什么都有 但是呢实际上咱们说了 如果说你对于谣言或者对一些新闻 有一个鉴别能力 就咱们节目一直强调的独立思考能力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能力的话 那您就会跟砖头一样 有以下的发现 首先我们可以看这个视频 这是我自己来搜索 通过关键词能够找到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到我搜索这个信息之后 出来的新闻 你自己看 这个时间有没有什么亮点 六天前 七天前 最早的是八天前 对我这个节目录制的时间是 2023年到2月13号 那么八天前就应该是2月5号 对吗 美东时间 所以算上时差等等 实际上美国的主流媒体 你看到了 他们在事发第二天就赶到了现场进行报道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行为了 虽然美国的主流媒体 以前有过很多的劣迹 很多的不靠谱 咱们得就事论事 所以你告诉我 对吧 他怎么隐瞒了 他爆出来了 对吗 而且如果如墙内很多人所宣称的那样是你中国政府拯救了美国人民 告诉了美国人民真相的话 那你应该在2月4号或者2月5号当天你的新闻就应该播出来 对吗 为什么你到2月13号这个新闻才在墙内大规模的宣传 难道不是因为之前你在气球方面实在是扯不出理由了 没办法拿这个出来转移眼球吗 你在说美国的众议员用暗示 用什么美国用气球来掩盖这个事件的同时 难道有眼睛长脑子的人看不出来 真实是您您国政府在用这种方法这种方式来掩盖气球吗 正好反过来 对不对 简直是笑死 而且根据砖头手里的消息来看的话 如果说美国政府有值得批评的部分 也许是存在这些人让居民比较早的在2月8号就回到了他们的家中 因为按照美国的双方说法的话 他们并没有任由这个气体泄露 也没有像中国处理动车事故一样把动车埋起来 这都是对吧 很好的例子 把动车埋起来都没有 他们进行有序的控制 让这个气体进行了燃烧 充分的进行 说而相对充分的进行了释放 当然就排放大气 就苦了中国大气层了 然后经过他们的环境检测之后 让美国人说安全了 回到他们的家中 但是他们依然说 你要用各种各样有效的一些液体 或怎么样 以后那哪里你可以购买到 或者我们可以配发 或者怎么样 然后让你能够擦拭你的家居栈的表面 来消除一些可能残留的气体和有害物质 那我觉得这种做法 也许他们太早了 也许应该等气体再挥发一段时间 再完成这个操作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整个的过程是公开透明的 都有新闻的报道和跟踪 而且是相对来说是独立的媒体 是不被政府管辖的 你说就拿咱远的不说 这件事情 你跟胡新宇对对看 对吗 那种一言堂诗的方式 你有什么脸面和资格说别人 或者咱们再往前说 那个中国天津大爆炸 还记得吧 你在说美国掩盖真相的时候 当初天津出那么大的事情 很多人知道细节吗 到今天您知道细节吗 官方给出个可信的说法了吗 没有 而且你要说这次的化学病危险 就说这次绿细 我这儿有一则新闻 你们可以来听一下 2018年11月到12月的时候 发生了一次重大泄露事件 我相信很多的中国人 可能有听说过的 但绝大部分你们不知道 在中国的河北省张家口市 11月28日凌晨41分 发生了一起爆然事件 经调查事故的原因是 中国化工集团 河北盛华化工有间公司 据绿乙烯车间的 叫什么 绿乙烯气柜 长期未按规定检修 这属于车路落的人祸 然后说 事发前绿乙烯气柜升降部分 已经出现卡顿 环形水风失效 导致绿乙烯发生泄漏 随即压缩机入口压力降低 操作人员没有及时发现气柜卡顿 仍然按照常规操作方式 加大压缩机回流 进入气柜的气量加大 加之阀门调大过快 导致绿乙烯冲破环形水风气柜 约2000立方米的绿乙烯 进行了一个泄漏 严峰向厂区外扩散 欲明火发生爆燃 我就问问中国河北张家口市 这些朋友们 有多少人受害 有多少人受到了影响 中国全面新闻报道了没有 政府有没有为你们的家 为你的房子重新安排 政府有没有派人进行一个 有效的一个救治 没有吧 对不对啊 就这怎么好意思舔着脸 说你们拯救了美国人民 这高潮的不行不行 冲上热搜的榜首啊 那热度是经久不衰 好多人可高兴了 哎呦 美国人完蛋了 太好了 说真的 类似的新闻有的是 我再给你们说一个 比如说近日 上海的首条 现代化油轨电车线路 张江油轨电车一路啊 从2月1日起 就从原先的全天 整整17个小时连续运营 调整为仅在早晚高峰 开开4个班次运行 哎 那么这个油轨电车 这么有名 这么高科技 这么先进 这么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它怎么就停运了呢 那么记者采访得知啊 一共呢 有9辆这个油轨列车可以使用 但是呢 现在只有两辆车能够正常使用 因为该列车为法国制造 全部的备件都需要从法国进口 那么现在由于国际大形势的影响 中国采购不到相关配件 为了安全 防止出现更大的事故 背上更大的锅 只能停运大部分列车 就这还美呢 这消息国内能上热搜吗 不背404就不错了吧 而且这还不是最可乐的 最可乐的是中国在土耳其地震当中 由中国立主啊 这个完全独立建造的跨海大桥 扛住了这次土耳其强大的地震 展现中国制造的实力 多么的威武雄壮 多么的仰我国威 结果呢 来看啊 中国2月13号消息 尽管土耳其的强震 导致各种建筑损毁严重 不过一座四川造的大桥 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 据悉 位于土耳其西部 叫恰纳卡莱省的1915恰纳卡莱大桥 2020年3月通车 跨越达达尼尔海峡 连接欧洲岸的什么什么 我不念了 这些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境悬锁桥 它的意义多少重大 扯淡咱不说了 那么由于高抗震等级的设计 及过硬的施工技术 这座大桥经受住了考验 桥体安然无恙 车辆通行一切正常 然后呢 你可以看这图片啊 对吧 中国新浪 各种各样的新闻宣传 说土耳其大桥经受住了考验 但是有一个细节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加载失败了 可能是就是到我截图的时候 我已经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东西被打脸了 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呢 然后呢你会发现它的设计师或者它的施工单位 这几个单位咱们一个一个看啊 你看看哪个是中国的 你们可以先猛猜一下 这几个单位哪个是中国的 我告诉你这什么哪个都不是中国的 你先看这个这个大林公司排行第一这个啊 我是按中文念的啊 而且是用中国的百度搜的都能搜到 是一家韩国公司 OK 韩国公司 好 下一个SK集团 也是韩国公司 然后啊 另一个利马克控股 看到了证据 是一家土耳其公司 所以说白了吧 这座大桥是人家韩国跟土耳其建的 跟你中国有毛关系 如果说非有关系的话 是你中国的施工团队啊 作为这个整个建设中的一部分 参与这个桥建设啊 这个事实他们铺了什么是是钢梁啊 还是悬挂什么玩意 我都不懂了啊 这个建筑我不懂啊 他们因为修了这个东西 参与到了这个之中 你就能舔着脸说 这个是你中国独立建造的 而且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 这个大桥离这次土耳其地震的震中 距离有一千多公里 那你说个屁啊 一千多公里 拿出地图 拿尺子凉了有多远 好吗 一千多公里能扛住了 那我说我在这吹口气 天温没倒 天温真厉害 你信吗 对不对啊 完全是无稽之谈 所以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吧 这类似的事还有很多 我就不给大家举了 就是中国采用的这种手法和这种方式 我说实在的 不仅不能够在有脑子的人群当中起到降低美国威信的作用 反而它会在越来越多的有脑子的人群当中 让人们看到中国像小孩子一样在逗气玩 这种错误你们稿子发出来的时候难道没有什么 你们审稿人员的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还是比特币老师教的 你告诉我 就真是 真不干人事是吗 但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搜到类似的新闻 我估计很快会经历下架和删除 因为放在那 那简直是太丢人了 所以综上所述一次意外的事故 谁都不愿意发生 对吧 对环境造成影响 对周围的居民确实也造成影响 但是它发生了 我们应该考虑的是 哪国政府如果非要比个高下的话 你应该比较是哪国政府处理相关事件 更加的公平公正公开 而不是比哪国政府对这件事情更能造谣 对不对 论新闻咱们有证据 人家几天之前就进行了报道 论事实处理 人家进行了详细的检测 并发在网上 同时最主要一点 他们接受民众的质疑 民众就可以 对吧 我就怀疑我在这儿不安全 对于民众来说 人家美国人民没毛病 美国人民不相信政府 是全世界出名的 你中国人敢吗 你中国人敢说一个字党不好吗 你不是评论不满的时候 也只能发 对对对对对吗 多么让人心酸呢 我看着很多国内的网友 我真的 虽然他们有时候很气人 但有时候也看他们的样子很心疼 真的 当然是我心情好的时候 好吧 至于说有人说 那怎么周围一百公里 那个动物都离世了 都怎么样 那废话 那同样的一种物体 第一 你人撤离了 动物没撤离 对不对 美国当地的居民 这个危机处理的时候 提醒你们 给画出了一个红色区域 这个区域的人 必须在几点之前撤离 否则的话 会有严重的生命危险安全 这些东西 你中国都没有做过呀 你中国做的事 让领导先走呀 对不对啊 所以美国进行了 我认为 经过我考证 是符合流程 也符合人们安危的 这样的应急处理 那我觉得世界挺正常 都不都说是好事 是他们应当应份的 应干的正常的事情 他们的职责 只能说他们尽职了 那些动物没有撤离 他们吸入了过来的气体 所以在过几天之后 导致了这些倒伏 这些鱼死掉了 那难道不正常吗 对不对啊 而且更别提 动物的身体 他们的机能 他们的体能体量 导致他们吸入 这个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剂量 那么他们比人的反应要重 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如果你想说 想图安全的话 很简单 离开这个地方 去别的地方住一段时间 住个一个月俩月再回来 就完事了呀 能怎么样吗 对 至于说土地中有残留 美国允许你自己去买设备 自己去租设备 自己来检测 如果说发现有问题 你可以向保险公司 可以向当地政府抗议 或者是要求索赔 那是后一步的事情 美国政府也不会拦着你 对不对 这些与咱们中国的很多朋友 连知情权都没有 这些事情 那完全是更加鲜明的对比 你这搜举这个例子 只会让人明白过来之后 像这样打出更多的证据来打脸 最后更加的自己面子挂不去 人们会更加想起 对吧 想起胡新宇 想起被埋掉的动车 想起中国人均好几个摄像头 却每年走失一百多人找不到 这只会产生这样的反效果呀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好了 那这个事咱们就聊到这里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有什么看法 因为反正也是加入的 可能我的言辞表达不是很精炼 那请大家见谅 有什么不同意见 欢迎评论记者留言 那么感谢大家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